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是2018年9月27日星期四 今天我在给您分享一个IT的新闻视频 这个新闻我是昨天在开源中国上看到的 然后今天做个视频分享给您 咱们一起来看一下 什么内容 看这标题 Spring to suit 4GA正式发布 咱们简称STS4 STS4这是一个什么工具 我给您一言以蔽之 这个它是一个基于Eclipse的 然后嵌入Spring framework框架的IDE的开发工具 非常的好用 我现在工作中 开发Java项目就是在使用这个工具进行开发 既不是使用Intelligent 也不是使用Eclipse 请您注意 同时我想在这多说一句 因为现在非常火爆的Intelligent 大家都在使用 主要是因为它的代码自动生成功能比较强 这个我也承认 但是因为它是收费的 所以说我并不采用收费的 因为一般公司都不太愿意采用收费的 对不对 虽然是打折 但是也是按年收费受不了 在日本这边它是按年收费 我感觉有点受不了 是按三年收费 三年收费可能还便宜一些 但是我们公司受不了 我们公司用Intege用的最多的项目 是哪个项目 我现在可以给您说一下 是Luby 像我们Java的公司根本不可能被你掏钱的 你就直接用STS用这工具就够了 因为他们Luby的实在没有好的 IDE 所以说他们是购买的Intelligent 这是另外的话题 咱们看 看这新闻的内容 美国当地时间9月25日 Pivotal正式推出STS4GA版 这是什么 稳定版吗 也永久稳定版 然后咱们今天我这个视频的目的就是 咱们下载并安装 使用一下它 看看它有什么好的功能 这是开源中国的网站 它给咱提供下载网址 咱们点击一下的话 就可以下载 但是 有很多朋友 他可不是说从开源中国过来的 他想直接下载怎么办 没关系 咱们这样 我给您重复演示一遍 咱们在URL敲入Sprint.io 这个是Sprint的官方网址 对吧 Sprint.io 咱们在这个官方主页 往下找 再往下 再往下 一直往下到最下 大家看这地方 有个叫做Tools 对不对 咱们点击它 也能够进入到Sprint Tools 这个下载页面 在这个页面当中 大家看 现在提供了三个下载版本 一个是Windows64位 今天咱们要下载它 另外还有一个Mac64 还有一个是Linux64 Ubuntu可以使用Linux64 对不对 OK 当然它下面还有一个 FullView Studio 这个有机会 我来给您演示 咱们先看这个 这是官方的 手推的下载工具 我其实把它已经下载完了 是这个Windows版 咱们看一下 在这个地方 我其实已经把它下载好了 今天咱们干什么 就是要把它解压缩 然后运行 看一下它都有什么功能 我现在马上解压缩 这就是我刚刚下载的 最新版本 还热乎 还热乎呢 好 然后咱们再往下看 这个是Vue Studio 这个是Vue Studio 这个是作为Vue Studio 一个插件功能 这是Atom Atom现在在这个Mac上 用的也比较多 但是Mac上我知道的 像我们同事用的最多 还是Vue Studio Code 慢慢的这些Atom都会被淘汰 我是这个感觉 因为这边Vue Studio Code 真的是无所不能 真的是无所不能 但是我想跟您说 现在我还没有下载完 还没有解压完 我想说一句 这Vue Studio Code 我做视频也在用 可是用它来开发Java 确实不是很好 开发Java以外的语言 还可以 开发Java 真的 因为我现在工作中 就用它 手推STS4 绝对推荐 好 看我这解压缩完了没有 还没有 等它解压缩完之后 咱们马上运行 好 解压缩完了之后 咱们点击进入 首先说 咱们本地需要装上JDK 没有问题吧 您的机器 如果是开发Java的朋友 肯定都装了 如果不装JDK 这个工具是没法运行 因为它是拿Java边写的 好 那我这本地肯定是有 JDK 我给您看一下 我本地的JDK是 坏了 这怎么还不能显示 不能显示 中文 大家请看 我现在用的JDK的版本 是1.8.0.181 最新版本 没有问题 OK 那么咱们马上运行 看一下这个STS的效果 Go 好 已经启动 看它的启动速度怎么样 我公司用的这个STS3 怎么说呢 因为我公司的这个开发 也都是在虚拟机当中 启动速度 也确实有点不敢恭维 可是Intelligence 反正也不快嘛 对不对 好 这是让提示一个这个默认路径 咱们就是默认路径 没有问题 这是什么默认路径 这个是咱们工作文件夹的 默认路径 有朋友不愿意指到C盘 愿意指到E盘 F盘 在这地方您可以设置一下 当然也可以回来再改 也没有问题 像我这个工作中 一般用的都是E盘 对吧 一般不用C盘 C盘咱们是系统区 一般尽量不要用 好 咱们启动看看什么感觉 启动起来之后 看起来还真就是像Ecadibs 真就是像 好 咱们看一下 新规从这个 新规作声开始看 而且新规作声是日语 应该就是说新剑 咱们看 咱们看这是一个向导 咱们看它能开发什么 看一眼 这是通用可以开发这个 Fisted Fisted怎么理解 就是说是一个模板工程 可以这么理解 对吧 可以新建文件 文件加 这都没有问题 Git 它还支持Git 库 现在所有的IDE 没有不支持Git 库的 包括这个 Vitual Studio Code都支持 对不对 然后Gradle Gradle是什么 这是一个打包工具 这是Java的 没有问题 Android 就是用它进行打包 对吧 然后开发Java的文件 Annotation Annotation是注释注解 这注释注解 我正用的还真就不多 Class 每举 接口 这都是Java的一些内容 没有问题 Java调试 Scrubbook 这个我有点孤了寡玩了 Scrubbook 这是个什么东西 这个我还真没太用过 这个不太知道 接下来Gunit的单测试 这个咱经常用 没有问题 还能新建JavaScript 大家请看 一个是Bowler in NIT 一个是NPM 它居然支持NPM的安装 这个非常的重要 因为现在 在NPM的服务器上 全是GS的 包括NodeGS的库 所以说 没想到 STS居然提供了 这个NPM的支持 当然最新的VS有点提供 然后这是Maven 这是Java的打包工具 这个没有说的 这个用的肯定是最多 虽然说 现在安卓用的是Gradle 用的是这个 可是咱们现在开发Java 主要用的还是Maven 对吧 这没说的 好 再往下 插件工程 这个我既是N年前 我还真的就是研究过 Eclipse怎么开发插件 不过现在都忘了 服务器 服务器这个也没说的 这个服务器的话 默认是支持这个Tomcat 不过咱们可以装一个 JBOS的这个插件 让它支持JBOS 等等都可以 好 咱们再往下看 Spring Boot 这个是Spring主推 现在是Spring Boot 最新版本是2.0 它给咱们做好一个 这个项目 这个项目工程的雏形 接下来User Assistant 是干嘛的 Shit Shit 这干嘛的 这个我不知道 用户辅助 这没用过 不好意思 Web CSS HTML 静态Web 网站 OK XML 这个没什么可说的 Sample 这也没什么可说的 OK 这就是说它可以 默认咱们安装完之后 所可以 这个新建的文件的类型 好 然后是这样 另外我想再看一下 它这个版本 About 大家看 这是它的版本的信息 这里面主要看哪个 主要看这第一个 它是基于哪个 Eglips版本 它是基于Eglips 4.9进行了开发 还可以 不过好像最新的 是6点几了吧 Eglips 我用Eglips 居然不多 但4.9足够了 没问题 足够了 OK 然后咱们再看 另外的信息 看哪个 看它的这个插件市场 这个地方 为什么 包括咱们用这个Intelligent 也有免费社区版 主要看什么 主要看它的这个插件 功能强不强 比如说咱们用Intelligent 看它能不能支持 这个Python开发 对吧 同样 咱们用STS 看看它能不能 也支持Python的开发 因为以后是 人工智能的时代 对吧 咱们看看 Go 它进入的是 Eglips的市场 我把它最大化 稍等 先让它触始化一下 触始化完了吗 好像还没有 哦 完了 完了就 完了就完了 咱们再输入 比如说 咱们想拿它开发Python 这输Python 没有问题吧 稍等我敲错 回撤 看看它的插件 有没有能够让它开发 Python的插件 是在线代码显示 没有问题 哇 这个应该就是 这是PythonDV 这个就是为Eglips 6.5 所准备的Python ID的开发 换句话说 咱们安装它就能够开发Python 大家请看 安装数居然达到了100多万 非常非常好 然后最后一个月的下载数是16458 换句话说 它应该是一个大家都在使用的 基于Eglips的Python的开发工具 我认为是没有问题 既然有100多万人使用 我觉得咱们是可以使用 接下来 比如说咱们再看看 我不拿它开发这个Python了 Java肯定能开发 比如说咱们拿开发PGP行不行 有没有关于PGP的插件 哦 PGP集成 是这样 因为Eglips 它默认就带一个PGP开发的版本 它当然能够开发PGP 自不必说 然后想想 然后比如说 咱们再找一个Node.js Node.js也是比较火爆 看看咱们开发 Go 不过拿Eglips开发Node.js有点奇怪 VS VSU的扣的足够了 对不对 我看 这个地方 这是Node.js 也能够开发 但是感觉下载量只有这多少 14万是吧 应该使用量还可以 就说明 它也能够开发Node.js 换句话说 扎辣椒板可以 Python可以 PGP也可以 感觉这还是一个和Integi的社区版功能差不多的这么一个ID的工具 我感觉是非常的不错 您有机会可以像我一样去下载安装实验一下 总比收费的Integi要稍微好入手一些 对不对 OK 我看今天视频也都给您分享到这里 今天给您分享了免费的 也是非常好用的 也是我天天在用的 Spring Tools Suit 4 这一版正式版的IDE 推荐给您 有兴趣朋友可以下载试一下 毕竟不收费 对不对 好吧 以上就是今天跟您分享的所有内容 今后我会不定期的来分享一些最新的IT的技术视频 也希望您能够持续关注我的小马视频 好 那咱们在下面的视频再见吧 拜拜